欢迎收看第405期北京不敬音 明天是1月31号 我们知道今年的2月9号是大年30 那么到年初一还有10天 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习俗 大年初五是迎财审 也就是说到迎财审 正好还有半个月15天 从今天开始算 所以今天想聊一聊中国的问题 因为之前我做过一个预测 我觉得中国人很多人的心理韧性 他的心理防线是驻扎到春节那个时候的 因为很多人都是不管今年有多么的不好 他会说我先好好过个年 过完年之后再去想来年的生计 所以很多人的心理防线 驻扎到过年的时候 回家跟亲戚朋友在一起 但是过完年之后 实际的问题它总是要解决的 那么我们今天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个 一个所谓的众生相 因为如果从这个贩卖焦虑的角度来说 你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数据非常的差 中国民不聊生了 老百姓都过不下去日子了 然后找一些典型出来 去渲染这个情绪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社会 尤其像中国那么大的社会 它是非常多层次的 所以你要多角度的去看 确实有非常混的非常惨的 过得甚至接不开锅 锅不下去的人 也有混得风生水起的人 我们要多角度的去看 而不是一味的去贩卖焦虑 对吧 咱们又不是做移民生意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聊一聊一些众生相 先说一个 先从一个角度说起 这两天我看到李老师发了一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有点长 我不全都放给大家 我截取中间一段 这个视频是在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家里 机位很有意思 它等于是一个自己家里的监控的 这么一个机位 这么一个45度角俯拍下去的 那么老公在那里吃东西玩游戏 可能是玩电脑 他这个老婆气冲冲的跑过来 去质问他 就是说你这两天在干什么 实际上就是发现他被公司裁员了 那这老公就瞒着没说 老婆很生气的 那说 然后两个人说说 最后发现了这老公去送外卖去了 然后天又冷 好像什么手哪又冻伤了 最后这个老婆从很凶的 最后变成非常的心疼他这个老公 然后就说先把年过了 这个外卖不是人送的 这个观点也挺有意思 不是人送 当然就是确实在送外卖 在中国那个墙内是一个相对很辛苦 不是很体面的一个工作 对吧 那么好 那么这个视频呢 有的人看完之后说这是假的 说这是摆拍 说这是一个又是一个渲染正能量的一个 就是大家团结一致啊 家人要抱团取暖 渲染这个正能量的一个影片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观察点啊 不要纠结在说他到底是真的 真情实感的 还是说他是一个按剧本一眼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不重要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比较真实啊 他那个呃演的时候又结巴呀 又是那个后来又哭了呀等等 这些还是比较真实的 他不像是一个剧本写出来的那个对话结构啊 非常有的时候非常混乱 那个逻辑就是在这个老公跟老婆之间 我觉得是比较真的啊 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有点生硬的地方 这是让人怀疑啊 这可能是一个摆拍的一个视频啊 都有可能 但是呢 即便他是摆拍的 那我们也看到 那为什么要拍这样的视频呢 正是因为确实有这样的现象 对吧 所以你要拿这个现象出来 再去包装一下 渲染一个正能量 才会去摆拍这么一个视频 对吧 那么这个摆拍反而印证了这种现象的存在 它也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不必纠结在这点上 那我们先看这个视频 然后接着聊 我问你 你依然扛住吗 扛住 扛住吗 扛住 扛住吗 那么多钱 那扛住我怎么办 这这么大 你知道我怎么去说 这这么大 这么大春节呢 那我扛住 那 是不是 你还知道春节了 扛住 俩一块扛 是不是这家人啊 你看什么呀 我生什么气 我生气不是你的钱补不上了 我生气是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不跟我说 跟谁说 我听他跟你说了 这事不叫玩玩吗 有什么玩了 你的面子玩了 还是说这个钱玩了 什么事不能咱俩 咱俩在一块十五年 什么事崩落 一块扛吗 你行吗 送外卖 你会吗 我学吧 这事不叫你找药来的 是不动的了 啊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人来了 这家还能过吗 那什么事没经历我呀 从毕业到现在 你这回你不说 你这腿都把你抽筋儿 现在我这三十八岁 不好找了 不好找了慢慢找 年后 不是你说我这 你说我这 你说我现在都这碎时候了 我都 我怎么 年车 这什么送个外卖 这什么 这东西 我现在我连我这一个月 我能往下拿多少钱 我都不知道 原来你一人挣钱 年后我跟你一块上班 不完了吗 孩子晚上四点放学 现在拿把借一点 不完了吗 你自己扛 你是不是让你都自己扛 你也没实话 别送了 这外卖 他不是人干的 多冷啊 要不暖了 他什么事过不去啊 OK 我们看到了 这里面就说的很清楚啊 在中国人那种观念啊 先把这个年过了 所以他那个心理防线啊 驻扎在那个过年的那个时间节点上 那么是不是啊 现在普遍的每个人都过得这么惨呢 就是被裁员啊 甚至可能还背房贷啊 等等等等 那么我刚刚啊 就是跟那个我国内的一个好朋友啊 我们通了个电话 实际上呢 我也想侧面的去了解一下国内现在情况啊 但是聊完之后 我觉得 哎 他混的就挺好啊 他说我挺好的呀 我的这个生意什么的 就是去年上半年啊 不太好啊 后来下半年 挺有起色的啊 他说我转变了想法啊 因为原来他跟我讲的 就是因为我们啊 是这样 就是有些东西啊 聊的比较虚啊 因为我 我在给国内打电话的时候 我不愿意去 有些东西说的那么深啊 怕给他们惹麻烦啊 尤其是涉及到政治的一些话题 所以我们都是用一些暗语啊 虚的这么聊 所以他也跟我讲的比较虚啊 他说我原来做事呢 是从一做到二 这么挣钱 他说后来我发现啊 这条路啊 可能有一些政策什么的 行不通了 所以呢 我们就转变思维啊 我们从一呢 先做到三 从三呢 再做到二 哎 发现就做通了 而且呢 由于多了这个三 这个环节呢 也许还能多挣一点钱 他说所以呢 他说人啊 得变动啊 这个东西 然后跟我讲了很多 比如说这个啊 全世界都不太好啊 所以大家 也确实都得熬 但是呢 要转变想法 就这么一个 还跟我说 他这个年后呢 还要去国外旅游啊 带着孩子什么的 我觉得挺好啊 就是他的这个生活状态 我觉得挺好 但是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任何一个 就是动荡啊 即便像过去文革的时候 在那个时期 都是有人可以挣到钱的 有人会过得很惨 有人在里边还是可以挣到钱 这就是那个社会的一个多样性 所以不要说一说起 现在中国那个社会的 拉出一个经济清单啊 然后摘出像刚才这个影片里的 这一两个典型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好像已经完全的混不下去了 对吧 习近平为什么有底气说 我们把这个经济转成这个内循环啊 好像这样都可以撑很多 它是有一定的啊 这个现实的依据的 但是呢 我们也要看到啊 就是中国人本身身上 是有这种特性的 就是说当他自己过得还可以的时候 当他周边的人 他目所能及的地方都还可以的时候 他就认为整个没有问题 他就是目前还只关心的 这个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啊 因为他没有想到说 比如像刚才那个影片里的 像这样的人 那中国有大量的人都过得 非常悲惨的时候 其实最终也会波及到那些 还能挣到钱的人 对吧 这是一整盘棋 这个是要有一个更大的视野 才能看明白 那么呢 我们就想到了另一个人 那就是这个白岩松 是吧 白岩松呢 前一阵说了一句 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 他就说这个中国老百姓啊 说你是手里是有钱的啊 你只是不愿意消费 我们要想办法让中国老百姓愿意消费 那么今天我带来第二段影片呢 就是有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啊 五六县城市的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 他呢 就是不能不能说的非常的气愤啊 就是其实这个白岩 去怼这个白岩松的话啊 他是面带笑容的 去驳斥了一下白岩松的这个观点啊 说的非常的好 那我建议大家先先看一下 然后然后我们继续聊 白岩松老师你好 我是你口里所说的老百姓 为什么我们老百姓不愿意去消费啊 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消费 而是我们真的没有钱 我生活在山东德州 一个五六县的小城市 一个连续三年被评为 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的城市 但是呢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过得有多幸福 我有一个四口的小家 我呢 去年的时候刚生了二胎 在家里接送老大和照顾老二 我老公呢 在1700公里以外的地方打工 一个月是三到五千 我们是二一年刚买的房 房贷一个月是三千二 外债三十万 不要说去消费了 我现在就是勒紧裤腰带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窟窿给补上 再说说我爸妈 今年八十多岁了 种了一辈子的地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前几年实在是种不了了 就把地承包出去了 一母第一年是350块钱 这就是他俩为啥迟迟不肯承包出去的原因啊 他俩还常年吃药 我母亲呢 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 年初的时候呢 还得了脑梗 现在的生活都不能自理 他们的老年钱啊 一个月是150 这个钱啊都不够哪一次要的钱 农民没有退休金 没有医保 冬天啊就是白菜萝卜 夏天啊就是茄子豆角 不会超过一块钱一斤啊 菜价超过两块五的 他们从来都不买 北安松老师啊 我不知道你师父见过 为了几毛钱而争执的菜市场 大吉 我也不知道你师父见过深夜里 唉声叹气的出租车司机 我也不知道你师父见过零下十几度 没有生意 还在摆摊 家里没有光的路边小商贩 我也想每周带着父母去下个馆子 吃一次饭 见一下孝心 我也想带着孩子呢 去一下云南 看看大理的儿海 每次孩子看到电视上的美景都说 妈妈我们也去吧 我真的不是不消费 我是真的没有钱去消费啊 如果可以的话 白安松老师 不要去建议消费了 可不可以去建议一下 就业岗位多一点 一家人离得近一点 让我们的油价降一降 老百姓的粮食价格涨一涨呀 农民的养老钱哪怕是多个几百 如果我们有钱了 你不用嫁意 我们会消费的很呢 OK啊 看完了 对吧 你看他说的非常的好 实际上他的这个经济状况 我觉得应该比第一个视频里的那个家庭 可能会更惨一点 我们就看到了 其实像你在中国是有各种不同的人啊 有的人背着房贷啊 背着各种的负债 有的人没有负债 但是他也没有存款 有的人呢 就是呃 负债也没有啊 甚至还有很多的存款啊 甚至后面随着这个目前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铁拳 还没有砸到他这个行业 或者还没有砸到他自己的探生意的时候 他混得还不错啊 甚至这里边他还挣到钱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所以我也修正一下 我最开始说的对吧 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的这个心理防线都在这次春节啊 有的人是可以躺平三年 我原来讲过可以躺平三年 躺平五年 躺平十年都没关系 他觉得那个底子够厚啊 只要中国那个社会没有没有动乱到啊 那种军阀混战的地步 他就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有的人啊 是真的只能够坚持到这次春节啊 甚至以这个经济数据上来分析 可能是大部分的人是这个状态 就是春节之后 如果他真的找不到工作 是一个很成问题的啊 所以呢 我们就是看中国的问题 我们多角度的来看 那我还是坚持一个我的观点 就是春节这个坎儿啊 是一个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言 是一个非常难以迈过去的坎儿啊 这个春节过完之后的来年的这个生计在哪里 那我们说了 还有15天到这个大年初五 赢财审 这个财审 实际上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吧 实际上能不能迎来财审 并不靠那一天啊 也不靠你烧多少香 捐多少香火钱 或者有这个这个许愿的心有多有多成 是吧 不在于这些东西 而在于实际上 你能不能真正的感受到 那个社会的一个变化 我们都说春江水暖鸭先知 那么谁先能感受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寒冬呢 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啊 我们真正去分析中国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时候还得下探的更深啊 就是分不同的人群 我们可能要分析的更细才有意义 好 今天就讲这么多啊 感谢收看订阅点赞